大家好我們是史詩夫妻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對小孩來說家中有哪些危險的物體呢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一一分享給大家吧 Let's go 如果家中有這種插孔的話 我們可以接這種 插孔防護照 插著 就可以避免小孩 出電 史詩 以及這個漏墊的那個圍巾 電到了 好 對這個我們給他安裝好 好這樣子呢就可以避免掉安全的問題 好再來是這個桌腳防護照 因為呢有時候小孩在跑步 在玩的時候他們身高 就跟這個桌腳的身高差不多 你不小心就 就撞到手 所以呢 一定要安裝這個桌腳防護照 去避免他們在玩的時候 去擱到啦 再來的話是桌腳上面有這個熱水器 也盡量避免用什麼電氣用品啊 加電類的東西 再來呢就是這個抽屜 這個抽屜呢 不要看小看它 它危險也是有的 打開這樣 打開抽屜 愛玩 然後不小心怎樣 不小心 夾到手了 夾到手 夾到手之後又跟你亂爬 又爬上去 又要攀爬 之前有那個新聞IKEA事件 就是爬完之後怎樣 翻倒了 櫃子整個翻下來 把小孩壓倒 我們之前有用這個啦 又用那個膠帶 你看就打不開了 要美觀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用路上的房開套 你看怎樣打都打不開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這個抽屜的部分 好再來是這個小玩具 這種積木類有尖尖的這種東西 你看 像小朋友他在玩的時候 我建議啦 不要那個單獨讓小孩自己玩這個 有的時候會自己不小心 玩玩玩的時候 喔 就戳到眼睛 然後有時候他們兩個也在玩嘛 在跑步的時候 不小心就戳到 所以這種小玩具積木啊一定要注意 還有時候他們會給他放嘴巴 然後在那邊吸 在那邊吸 說這個呢也是算蠻危險的物品 要收拾好 平板硬幣類的東西 避免呢小孩就是給他放進去 尤其是像那種電池啊 有時候也會放進去嘴巴 一定要小心這些東西要清楚 再來家裡一定要有這一個 必電 可以避免呢小孩呢在那邊跑步 或者是突然軟腳的時候 頭呢會朝地板 然後再 哇 雙腳像這樣 呃 那就GG了 所以一定要有這種 必電一定要注意喔 好以上的這些物品呢 就是家中的這些東西 希望大家可以避免 就是因小失大 這些小細節的地方 還有如果我們沒有補充到 也可以歡迎大家 在底下下方幫我們留言 好就這樣子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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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